琪琪有很多小粉丝让我们给游戏里面的小狗本门打电话 给游戏里的狗狗打电话怎么可能 简直就是练闻夜谈 我是你个鬼 你这个招老头解话的 可是粉丝们说 在凌晨12点的时候绝对可以打通 而且打通之后小狗本门可以满足我们三个愿望 现在刚好是凌晨12点 要不咱们试试 如果我真能打通的话 我就替小狗和他们许一个愿望 废话少说赶紧试试吧 先把小狗本门的APP打开 哇塞他正在看报纸 而且我发现他的左手边真的有一部电话 现在就打电话给小狗本门 好期待呀 嘿塞里打电话给小狗本门 正在打给小狗本门 家庭 小狗本门电话叫了 不急啊 你好小狗本门 你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人家是外恶狗 Hello how are you 不理我 你好 还是不理你 难道是日本狗 Konichiwa Tataimashita 嗯 还不会文化 他不是泰国的吧 傻瓜 傻瓜 傻 傻 傻 还不行 你在说啥呢 让我来 你好啊 你是小狗本门吗 能听到我说话吗 你们说什么 我真的懂 小狗本门是一个中国狗啊 第一个中国狗还不理我们 就是啊 小狗本蛋 听说你可以实现我们三个月望 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可以实现你们的愿望 但是你们要顾问 什么代价 只要我们的愿望都实现了 谁让他代价 我都愿意 你们可别梦回 我怎么梦回 我来第一个愿望 我希望我的家还万块 制度宝道账一万元 可不是你会梦回我的意思吗 这才梦回的意思 它不是只有一万块钱啊 反正你的愿望已经实现了 该我啦 我的愿望是 小粉丝点赞这个视频 能到达十万 那你 啊 真的没有点赞啊 加油加油加油 我来第三个愿望 你别忘了 刚才你答应了小粉丝 满足他们的一个愿望啊 那好吧 那就让 所有看视频的消开 都能不能讨一百分 满足你了 太厉害了 既然你们的愿望都实现 现在该你们付出代价 还要付出代价 什么代价呀 我懂了 怎么成这样啊 变加了他 哎呀 是地中海 这太糟了 你怎么光下不出声呢 你那是哑巴 原来那就是我们要付出的代价 等等 那考一百分的小可爱 是不是也要付出代价 当然了 考一百分的小可爱 还请假不取消 哈哈哈 还请假不取消 XD